You know that you got it I doubt about it I keep coming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经营这一年频道的小小心得 Hi 我是Hiven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我现在人在南柯赞美酒店 我第一次在饭店跨年耶 很新鲜吧 所以就想说可以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 而且今年又是我经营自媒体的第一个跨年 所以我这一集也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小小心得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迎接2024的到来吧 先来开箱房间给大家看 我今天住的这里是二管的豪华双人房 有一个蛮大的双人床 而且旁边还有沙发 然后也有我很需要的办公区域 这边也是提倡很薄 所以它房间里面有提供杯子跟水壶 可以到外面的饮水机去装冷水 还有气泡水 很赞耶 现在走进来浴室 是有浴缸的 而且我觉得不小间 那贝瓶是茶籽糖的耶 我喜欢 开箱完房间 马上就开喝 他们有一个小食吧 超厉害 提供多种饮品 点心 有咖啡啊 然后还有红酒 白酒都可以免费倡议 但是是现访客啦 很赞耶 它还是24小时供应 而且在晚上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宵夜时段 会有主厨特别料理 现在是在二馆跟一馆中间的连通道 右边这里有一间儿童娱乐室 里面的小朋友玩得超开心耶 他们这里的游乐设施很丰富耶 右边这里有游泳池 健身房 左边还有很多间的KTV 不过因为它旁边有一间 红桥港式饮茶 所以这个KTV就是跟着港式饮茶 等于你就是要点饮茶的第一下 就可以边吃东西边唱歌 其实这样也蛮好的 这里的健身房很赞耶 除了有好几台的跑步机以外 还有很多的重训器材 这边还有哑铃哦 再来这边就是 虹桥港式饮茶 那我们要穿越它去找游泳池 在我后面就是游泳池跟池畔酒吧 今天晚上在这里 一样会有跨年的派对活动 不过因为现在是冬天 所以游泳池是没有开放使用 但如果你只是要拍拍照是OK的 接着我们来到户外 所以时间越来越晚 人越来越多了 我现在来到这里是教堂 他们的教堂非常漂亮 有一点粉红色 蓝色 透明三角形的 这里很适合办婚礼 感觉超梦幻的 在教堂旁边还有一个钟可以敲 为什么这么逊 有了 现在来这里是新枝湖 它一样就是一个很适合正婚的地方 而且从高处往下看 会发现它是两个爱心 那里好像有姐姐在表演 那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来逛市集 这里有很多的摊商耶 很像夜市的感觉 还有盐烤虾盐烤鱼 臭豆腐 热狗宝 这边就是晚上的活动会场 其实光在赞美酒店里面的跨年活动 就多达三种耶 一个是这个免费入场的草地市集 晚上这里还会有音乐会 那像这个有桌子的话啊 是另外的活动 就可以先预留位置 那另外还有池畔酒吧 高空酒吧 晚一点我通通都会去开箱给大家看 这里真的很好玩耶 我现在走过来另外这一区 又是满满的摊商 每个看起来都超好吃的 我想要去逛街 这里怎么也有衣服啊 真的很像夜市耶 我刚刚在后面那里买的 这边的摊位好像是 葬梅酒店 他们自己主厨做的 厨师做的 而且现在的夕阳天空很漂亮 大家都很开心 准备要移街2024年 我想要来买地瓜球 我最喜欢吃地瓜球 好烫 是有90分的地瓜球 而且还蛮好吃的 再买一串鱼蛋吃 买个东西好烫 这还挺耶 你有看到吗 这里好棒喔 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吃东西 等一下还会继续吃喔 现在差不多晚上10点 2023年剩下最后两个小时了 大家也差不多吃饱 移动到派对的现场 我现在来到这里是池畔酒吧 就是在游泳池的旁边 后面这一间酒吧里面有提供一些调酒侵食 但是因为这一次赞美酒店的活动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今天实际要参加的是 这是在顶楼的快闪酒吧 我们一起移动到10楼 有没有突然变很high的感觉 我现在来到10楼的顶楼 这里就是他们的顶楼新通派对 哇 超多人都已经来了 给人看一小脚 这里是他们特地为了跨年打造的快闪酒吧 因为还有DJ台了 太high了 音乐很大声 而且这里会是最接近烟火的地方 据说今年赞美酒店砸大田会有400楼的烟火 好期待啊 在这个派对里面 红酒 白酒 气泡酒都是无限唱 还有提供一些简单的轻食小点心可以搭配 大家就可以一起在这里聊天 然后等待着2024的到来 我们可以嘴巴张开 啊 好啊 嘴巴 对啊 没灌酒是什么意思 就是想要我的最合醉是不是 哈哈哈哈 现在大家都开始聚集了 越来越high 现在开始倒酒 吹酒了 猴龙借过哪有啊 这个很恐怖啊 我会抓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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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7 5 8 6 7 5 7 6 6 7 太可愛了 準備要跨年了 5 4 3 2 1 給你快樂 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2024年都充滿的幸福 耶 接著回到房間裡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經營這一年頻道的小小心得 因為我前幾天開問台 好像有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先簡單整理了 三個優點缺點跟建議 那我們就先來講優點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時間很自由 因為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非常的彈性 第二點呢就是如果做起來的話 收入有機會比一般上班族還要高 像我自己的話啊 我目前的薪水大概是以前上班時候的兩倍 不過如果你目前的月薪 大概就已經有4萬到5萬 那要兩倍就比較困難 因為我以前月薪比較沒有那麼的高 再來第三點 就是我的生活經驗會變得很豐富 因為我的上班時間就是去景點玩 然後可以到各個縣市吃美食 甚至有機會出國去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 再來講缺點的部分 第一個缺點就是我的工時很長 幾乎我每天從起床到睡覺 中間都是我的上班時間 沒有固定的下班 甚至連出去玩的時候啊 也要常常的做一些雜事 比如說要更新然後要聯絡誰要修改什麼 再來第二個缺點就是沒有固定的收入 甚至你還要忍受前期 你沒有收入還要不斷的支出這個過程 前期到底是多長 那就是各評本事 你有辦法說的越短越好 我自己的經驗 我是在20天左右可以開YT的盈利 不過如果你有看別人分享過 你就會知道這個廣告收益真的很難賺 在我自己的頻道一支10萬觀看的影片啊 大概可以賺5千到6千左右 因為每一支的情況不太一樣 但你知道一支10萬觀看的影片 有多難產出嗎 所以其實最大的收入真的還是要感謝 願意找我們合作的廠商朋友 以及願意收看影片有工商的大家們 這中間的平衡會努力拿捏 那第三個缺點就是 其實心情蠻容易被影響的 因為你要產出一支影片需要很長的時間 你要付出一些金錢 如果流量不好 真的是會不太開心 那再加上我常常會看大家的留言嘛 所以多少還是會被左右一點情緒 當然不一定全部都是罵人的留言 有時候是會陷入自我的懷疑 質疑的那個漩渦裡面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那你不要看就好了 但我自己是覺得能看你就看 因為看這些留言你可以知道以後的影片要怎麼調整 畢竟我們一開始可能還抓不太到方向等等 再來是三個建議的部分 第一點是 雖然很多人說現在環境不好 但如果你真的考慮清楚 你想要做你就做吧 畢竟越拖子會越晚 那第二點建議就是要定好目標 你先決定好你到底要兼職還是全職 那每個月的上片數量是多少 每一支影片的拍攝成本是多少 那我這邊也一起跟大家分享我的器材清單 還有總共的花費 不過這些都不是一次買期 這可以慢慢的補上 不用一次買這麼多 第三個建議就是要設立停損點 你可以先訂好一個目標 你一年要多少訂閱 甚至是你一個月要達到多少的收入都可以 那就是先把這個目標訂好 你會比較有動力往前 再來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需要考慮放棄的時候 你也比較好去衡量說 是不是真的該轉換跑道 不會在那邊猶豫不決 最後的最後 如果你要把頻道當成主業來經營的話 那這就是一種創業 其實以YouTube來說 真的是比較低門檻 然後又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的一種行業 不過啊 每一個行業都一定有人成功也有人失敗 所以大家通常都只是看到那些成功的人 好像過得很好賺了很多錢 可是會忘記他們可能是苦過來啊 或是還有很多正在辛苦的人們 所以就不要把它想的好像很輕鬆很容易一樣 總之我就是沒有辦法告訴你 到底要不要當YouTuber 以及當YouTuber好不好 因為這一切都是大家的決定 那分享這一些只是希望可以多提供一些經驗跟依據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這些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要去睡覺了 明天早上我們再一起去控窯 大家早安 早上喝牛肉湯很讚耶 而且牛肉湯滿甜的 滿好的 旁邊又是Buffet的早餐 就自己挑自己喜歡吃的 因為這種料理的食物它這個也很多耶 你看我拿了優格布丁多多 還有松華豆花 幫他們吃一吃 等一下就要去控窯囉 吃完早餐我現在要來控窯了 沒有想到2024年的第一天 我就要先來控窯 很酷吧 這個是全台唯一有農村體驗的星級酒店 我們現在要一層一層堆疊 教練很厲害 他剛剛一來就是把我上面那個拆掉了 而且我只拆一個全部就垮掉了 對 中間不中用的窯耶 堆窯也是有很多技巧的 不是把它堆起來就好 現在要來起火了 誒 誒 誒 然後燒火後我還跑 誒 誒 誒 下一個步驟 現在要來裹泥巴 這也太酷了吧 其實他們準備的食材很多耶 這裡好像是四人份 有雞 有魚 然後還有一些是玉米跟地瓜 再放進去裹 啊真的是裹泥巴耶 對 玩泥巴了 有點像那個 我們去台南關子嶺的時候 對不對喔 那個泥漿浴嗎 好 抽 好 好 好 抽出來 好 OK 接下來這個步驟也太好玩了吧 哇 搞破壞了 我要把它弄倒了 喔喔喔喔喔喔 忘記了水 現在差不多了 就是讓他們在這裡面燜熟 等一下再來開窯 再等待我們的食物中間 我剛剛有去菜園導覽 現在來這裡釣魚 有了有了 釣到一隻了 這個是小魚 你看看可不可以釣大隻一點的 吃飯飯囉 呃 小魚 但是我要釣到了 你知道嗎 釣到的時候很開心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把它拿下來 教練 好 謝謝 現在我要準備來開窯囉 欸 有耶 好 哇哇哇 一打開 來 小心燙喔 冬冬 現在要整理我們的食材 現在在這裡撥一撥 哇 這地瓜感覺很好吃耶 開動了 那這個魚看起來超好吃 都燒透了 而且其實那個魚的肚子裡面 他們還是有摘一些東西去那個魚腥味 這個雞還有四種口味可以選的 我今天選的是剝皮辣椒雞 而且剛剛教練在幫我們處理這個雞肉的時候 它打開一倒下來 哇 那個湯超多 我問他說有沒有加水 他說沒有 真的都是雞湯耶 另外還有地瓜 玉米跟蛋 都是各式份 耶 這兩天在美酒店玩好玩滿 體驗完我只能說 這真的非常值得推廣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昨天有吃有玩又可以逛 然後上去看煙火喝酒之後 直接回房間睡覺有夠舒適的 不用擔心說誰要開車 或者是擅長的交通問題 所以大家明年知道要去哪裡跨年了吧 就來南柯站美酒店吧 不用人擠人 但是又保有儀式感 是非常棒的一個跨年新選擇 而且這兩天體驗下來 它活動真的也很多 像我今天還有來控搖嘛 也非常多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玩 所以其實不只跨年 平常也很適合那小朋友來這裡度假散散心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也要追蹤我的IG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